我接下来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概念 我们花那么多的时间要来学这个办公室自动化 为什么要来学办公室自动化 我觉得我们先把这个知识先建立起来之后呢 我们再来去做后面的一些写程式改写程式的一个交讲 会让各位更加的理解这个办公室自动化的重要性 我更希望将来有一天是比较高阶的主管听到 这个办公室自动化绝对比Libre Office重要太多了 我们先来观看一下 假如说我今天我想要去做一个新旧地址转换 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拿到旧地址 或者是说我想要从这个地址判断邮递区号 我们先讲那个旧地址好了 怎么变成新的地址 比如说你现在还寄到桃园县龙潭香 我相信邮差还是会帮你寄 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赶快把这个桃园县改成桃园市 好举例来说 我们看到这些旧的地址 会做以教的人 他会怎么做 很简单嘛 看到桃园县 取代 取代什么 桃园市 把桃园县改成桃园市 把台南县改成台南市 然后里面反正也就只有五都要去做改 然后例如说还有什么台中县改成台中市 然后台南县改成台南市 还有桃园县改成桃园市 台北县改成新北市 所以他就做五次 对不对 可是 他做完之后呢 假设过了一个月 又再从系统上重新捞资料 捞出来资料 他又要重新再做五次的取代 才可以把那个旧的地址换成新的地址 有没有可能 每一个月都要重复做这种动作 那再重复做这些动作 有可能会忘记嘛 例如说 可能这个月忘记做到桃园县 下个月忘记取代了一个什么 例如说台南县改成台南市 有可能啊 那为什么把这个过程整个记录起来 再来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说我们今天把这个来源资料 来源资料就直接被你这样做修改 这样子好吗 来源资料 这个资料不是你的 好 你就直接去修改了这个资料 我会觉得说 把既有的资料呢 然后再产生出来 新的资料 然后新的资料 再去做资料的转换 而且这个过程全部都保留下来 会比较好一点 那接下来呢 例如 当我们今天来源资料改变的时候 来源资料啊 好 从这个资料 桃园县改成桃园市 这样有平有据的找 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 而且我觉得更棒的一点就是说 我们没有权利去改原始资料 也就是说 如果您在这个地方 我这边我做了一个按钮 只要我把原本我从系统捞进来资料 把它例如说 复制贴到这里 然后后面这些动作 它自动帮我产生出来 这样不是很好 我举一个例子 例如 我现在呢 我去做地址的切割 地址切割 我第一件事情 一定要去把这里面的资料呢 去做一个资料转换 例如说什么 基隆路一段 还有那个横写的那个一段 那到底是哪一种才对 还有那个阿拉伯处是那个四五三支一号 那到底是写一条横下也是支 这些事都必须要统一的 所以除了县市的名称要改 还有像桃园县底下不是有什么 呃原本的相识镇 是不是要换成区了 这都是很基本要做修改 好 所以呢 你看我这边 我们直接去做一个断的转换 好 直接点执行 全部都转好了 转好了以后呢 我们再去做什么事情 聚集底下的地址拆分 执行 你看是不是就直接做好了 如果 万一您还有 很多很多 例如说一千笔的地址 放在这个地方 一万笔的地址放在这个地方 直接两个聚集 两个聚集 快速帮你做完 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每个月 我们都必须要去做这件事 是不是可以很轻松很快速的去完成 所以我今天的作业很简单 请你们来去思考 你不碰资料 你根本就不知道 这里面有一堆问题 例如说地址 地址 这边我说 那个县市的问题 还有那个断 一段 一段 到底应该是用阿拉伯数字 那个一 还是用中文字 那个一 还有那个知 几号吗 对不对 知 所以这些都是 需要去做转换 更重要一件事情 我下个月 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呢 我只要按两个按钮 就做完了 你们说 这样是不是 可以花 很多很多时间 是去思考 怎么样去做一些资料的分析 而不是花时间 在资料的整理上面 所以呢 我们先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真的请你们 一定要一定要听懂 就算我真的用取代这种方式 很多人都会了嘛 对不对 但是你每月都要做一次 取代 不止一次哦 就算说我把那个取代写 写成一个程式嘛 我觉得 写成那个句集 我觉得都会比那个 每次用什么 每次用这个档案 常用 常用底下的取代 取代什么 比如说桃园县 改成什么 桃园市 然后点 全部取代 来得好 我想暂时就先介绍到这个地方 请你们先想一想 为什么一定要学 办公室自动化 真的可以快速提升 好多好多的工作效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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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